我杀了自己的母亲,而且我们确实保持着不伦关系有二十多年了。 这番话谁听了都会震惊不已,而眼前的男子,这个始作俑者却云淡风轻地把这件事说了出来,这个男子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母亲,这段不伦关系又是怎么回事? 订阅酒窝谈其文,了解其文意识,2006年5月的一个清晨,宁静的萧水河畔,正值农忙时节,辛勤的村民们已经下地干活了,一个村民在路过萧水河的时候,觉得河上隐隐约约地飘着什么东西,于是他便准备走进去看看,这凑近一看可把大爷吓坏了,这东西一看就是被水泡了好久了,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人,一具没有头的尸体。 大爷虽然害怕,但是赶紧去打了电话报警,大爷的举动也引来了很多人的关注,一时间和编剧满了人,警察很快就赶到了案发现场,确认了死者身份是村里的一个老太太陈某,到现在已经有70岁了,而经过相关的检测之后,这具女尸不仅没有头,右手的无名指和中指有一部分也被砍掉了,身上还有多处擦伤和刀伤,根据向村民的文讯。 警察了解到陈某的丈夫早已去世,这么多年都是和自己的儿子吴某杰相依为命,而吴某杰结婚之后就搬出去住了,只是常常会回来看望陈某,据说陈某和儿媳的关系并不好。 警察询问吴某杰是否有什么线索,吴某杰只说自己和母亲已经有十几天没联系过了,所以不太清楚,但是根据对陈某身上的检查,居然在阴道处发现了带有吴某杰DNA的金斑,这对于警方来说可谓是一大线索,立刻逮捕了吴某杰。 但是吴某杰并没有表现出惊慌,反而从容的承认是他杀了陈某。 而跟随着吴某杰的讲述,警察也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,吴某杰出生在1960年,不幸的是,在吴某杰出生之后不久,吴某杰的父亲就去世了,母亲陈某在父亲去世之后虽然十分伤心,但是为了过上更好一点的生活,就去了城市里面打工,所以吴某杰对父亲母亲都没有很多的印象。 从小是爷爷奶奶抚养他长大的,等吴某杰长到十几岁时,陈某突然从城市里回来了,两个人对彼此都很不熟悉,但是陈某更想要弥补之前所亏欠的母爱,于是就对吴某杰加倍的好。 可是吴某杰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好,陈某越靠近他,他越会觉得奇怪,他真的没有办法把他当做母亲看待,渐渐的,陈某也觉得有些尴尬,两人之间总是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, 而这种奇怪的气氛最终演变成了一股别样的情愫。 十几岁的少年本就对情爱有所了解了,而陈某长时间的不甘寂寞,最终催化成了一碗荒唐的幸事。 这件事之后,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不像母子了,反而像是夫妻,两人虽然熟悉了起来,却保持着一种畸形的不伦关系。 吴某杰对这件事情充满着恐惧,陈某却没什么反应,他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。 于是吴某杰逃离了,去到了大城市打工,吴某杰虽然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了,但是却常常回忆起他们之间的那一段不伦关系。 吴某杰在打工过程中结识了一个女孩,名字叫做小玉,两人对彼此都很有好感,很快两人就陷入了热恋。 等到两人的关系稳定了几年之后,吴某杰就带着小玉回了老家,准备在这里结婚,定居,吴某杰心中自然是有所顾忌的。 他害怕他和母亲又回到之前的那种关系里面,他有这种担忧也不是没原因的,几年过去了。 陈某一个人生活在村子里,越发想念起儿子的好,既痛苦又纠结,他觉得自己是爱上了儿子,看到吴某杰是准备带人回来结婚的,陈某自然是不会高兴的,做事情也愈发的偏激。 他让吴某杰不要结婚,吴某杰不答应,只觉得自己的母亲无理取闹,而陈某也不着急,结了婚之后他也有办法让两人分开,两人结婚之后,三个人住在一起,陈某总是挑小玉的错处, 对于小玉做的事情也是十分吹毛求疵,看见小玉对吴某杰嘘寒问暖,两个人甜蜜的贴在一起,陈某就十分生气和心痛,陈某往往会当面发出一声冷吃,在吴某杰不在家的时候,就对小玉冷嘲热讽,小玉知道陈某一直不太喜欢自己,但他觉得没关系,反而一直轻让包容着陈某。 这一切吴某杰都看在眼里,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和陈某爆发了争吵,陈某也被惹急了,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对自己发脾气,于是便威胁他说必须离婚,不然就把自己和吴某杰的事说出去,吴某杰也没想到陈某这么活得出去,没有办法,如果真的被传出去了,那他之后还怎么做人啊? 因此吴某杰就和小玉离了婚,这段几个月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,之后吴某杰和陈某又恢复了之前的那种关系,而陈某对吴某杰的占有欲也越来越强。 邻居看着吴某杰这几年一直打光棍,所以就想着给吴某杰介绍一个对象,但是这婚姻第二春又被陈某搅黄了,好不容易过了几年,吴某杰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结婚对象,这次结婚陈某自然还是不同意的,但是吴某杰这次说什么, 也不肯听陈某的话了,他都这么大年纪了,再拖下去就真的眉着落了,又不能真的和陈某私婚一辈子,于是这个婚还是结了,这个新娶的妻子非常强势, 婆媳矛盾越来越激烈了,常常是陈某找了妻子的麻烦,而妻子再向吴某杰气,吴某杰成了两边不讨好,两边受气的一个存在, 虽然吴某杰再次结了婚,但是吴某杰和陈某之间的畸形关系并没有改变,反而因为常常生气, 趋于频繁和稳定,而新婚妻子对此一无所知,两个人结婚一段时间之后,两个人就搬了出去, 妻子越来越不喜欢陈某,所以根本不回去看她,而吴某杰却常常回去看望陈某, 一方面陈某毕竟是她的母亲,另一方面却是为了一己私欲,妻子的强势常常让她感到透不过气,而在陈某这里却能得到温存和安慰, 2006年5月的一个晚上,夫妻两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,原因竟是,妻子怀疑吴某杰没有上交所有的工资, 留了90块钱给陈某当作生活费,吴某杰怎么解释妻子都不听,她也是十分生气,不知道事情怎么就演变成了这个样子, 吴某杰恍然想起前几天陈某让她过去一趟,现在的她真是求之不得,只想要逃离这个家, 于是收拾了东西就到了陈某家里,陈某家里灯还亮着,陈某则穿得十分暴露,仿佛就是在等着她的到来, 吴某杰感到一丝温暖和舒心,两人经过一番情势过后,吴某杰就开始抱怨妻子的所作所为, 她本以为会得到陈某的安慰,但是陈某并没有安抚她,反而是窜夺着吴某杰赶紧离婚, 说什么她早就看那个媳妇不顺眼了,这个时候的吴某杰心里就很烦躁, 又想起来之前被陈某搞砸的两段婚姻,本来她现在不用这样的, 而这个时候,陈某又向吴某杰索要一百块钱,吴某杰更加迷惑了, 她和母亲之间难道是前色交易吗? 这么多年,她都把陈某的安慰当作理所当然,可是陈某怎么想的呢? 她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,也没有为自己考虑过,或许对陈某来说, 自己就是一个排解寂寞的工具,她一点都不爱自己,如果是真爱, 为什么会那么自私,离婚干什么呢?不就是为了满足陈某的私欲吗? 可是别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啊? 她已经46岁,离了三次婚,之后想要再成家已经很难了。 这么多年的怨气和矛盾,好像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, 吴某杰觉得是陈某毁了自己,应该由他亲手了结这一切, 等到陈某睡着了之后,吴某就将陈某翻了过来, 骑在他的身上,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, 等到陈某没了呼吸之后,吴某杰又用菜刀砍下了陈某的头颅, 之后割下了陈某的中指和小指,以免被别人认出来, 在做完这一切之后,吴某杰不慌不忙地找来了麻袋, 将陈某的尸体装了进去,接着又把他抛到了消水河里, 吴某杰做完这一切并没有感到后悔,反而十分解气, 对于警察找到凶手是他的这件事,也是丝毫不意外, 所以才会这么从容。 吴某杰受到了长期积怨的影响, 但是错在不该一时冲动杀的陈某,还是以分尸这样残忍的方式, 让人不禁十分唏嘘,吴某杰的刑为已经犯了故意杀人罪, 根据刑法第232条,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,无期徒刑,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,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 而吴某杰的刑为属于杀害了朝夕相处的亲人, 而且还是以极端暴力的方式, 这已经属于情节严重的,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, 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, 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发情节的, 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, 故意杀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和错综复杂的, 常见的如报复、涂彩、奸情、拒捕、义愤、气氛、失恋、流氓动机等, 动机可以反映杀人者主观恶性的不同程度, 对正确量刑有重要意义, 法院处于对多方面因素的考量, 认为吴某杰的行为并非毫无缘由, 最终吴某杰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, 回顾吴某杰和陈某之间的故事, 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, 有了一个坏的开端, 让母亲变得不像母亲, 儿子不像儿子,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, 父母是孩子三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, 而在本案中, 陈某的行为完全不把吴某杰当作自己的儿子, 这桩惨案两个人都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, 陈某作为母亲却没有给予吴某杰正向的引导, 反而带着她走向了一条不归路, 而之后的吴某杰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不对, 甚至在严重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时候, 也没有切断这段关系, 反而沉溺其中, 俗话说得好, 当断不断, 匕首其乱, 所有的关系一旦走向错误时, 就应当及时止损了, 而在日常生活中, 遇到家庭问题一定要及时沟通, 人们长了嘴巴就是为了沟通和说话的, 有些矛盾并非不可调解, 在生活中多一份宽容, 多一份谦让,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 我们下期见。